好 工作址602 關於公同能量這一課 我們看看第五題 看看第五題 有一輛車是1500kg 它初頭的時候的速度是均速 是40km per hour 跟著沒有空氣阻力 而因為對駕車做了正的工 所以令到它的速度上升 這題用的觀念就是 公是一個正的工 就等於動能的上升 這次是上升 因為速度是由低速度變高速度 所以用的方法就是 力乘以s 不用分開它 直接乘個是公 這就是答案 就等於後期的動能 減前期的動能 動能的公式 是2分1mv2次 所以要計這個工 就是2分之1 乘以駕車的質量 就是v2次減u2次 唯一小心的就是 這個60是不可以直用的 是要60.6 好了 減這個40除3.6 好請問幾位 有一個學生說D 有沒有同學反對 胡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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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1160